东北季风再起 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 县政府消防局一连两天切获杂草火警 分别在马公市前辽里三军总议院澎湖分院的后方 以及西卫里五福路三项的附近 让警销人员是疲于奔命 索性未波及到临近的民宅 县政府消防局表示 日前晚间分别接获了马公市前辽里三军总议院澎湖分院后方 以及西卫里五福路三项附近的烧草火警 消防局共计出动的8车19人出勤抢救 虽性未造成人员的伤亡以及财务损失 只是两起的火警都相当接近民宅 容易酿成危险 索性警销因应得宜及时控制火事 消防局也特别呼吁民众 东北季风期间应该特别注意防火的安全 尤其近日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陆上的强风特报 澎湖地区刮起了9到11级的强阵风 在风势的助长之下 烧草火警容易延烧颇及到民宅 造成民众的生命财产危险 连续两日的烧草火警 消防人员均在一个小时之内迅速将火势扑灭 虽然火势迅速扑灭 但燃烧的野草面积仍达2100平方公尺以上 消防局特别呼吁民众切勿在炒地林野任意的乱丢烟地 或者是在田野焚烧野草废弃物 以防范野草火警发生 另外也请民众既是燃烧禁止时 特别注意物将禁止飞散 以免非火于尽酿成火灾 以维护公共安全 记者陈荣誉报导